看你会不得真解厨子说 南京 去年你没让我来的 金哥私房菜 俩人六百一杀 人家菜区真多 蟹粉 和虾仁 小龙龙 这么贵 搞一个 行 高醇 烟采石头 四十八 点个 又叫 可以了 四十八 石头粗软 味道酱香浓郁 味道很透 腌菜 带有这个腌菜的那种味道 还不错 红椒那种味道特别透 石头真不错 它在制作加工方碗上有特殊的 而且你明显肉香很香 华洋菜 石头的口感 肥嫩 酥软 很不错 所以这个 很有特色 好吃 石锅肥肠海参 这谁想着 把海参跟肥肠一块做 一百五十八 肥肠海参 人狠 肥肠的口感非常好 弹性 韧性 肥肠酱鲁的味很透 带点辣味 肥肠比海参好吃太多了 海参这个隔离就充足长甜的 不错这菜 真好吃 我吃这肥肠卤的真好 年轻水煮鸽48一只 到南京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离开南京 我今天放过了一只 点了开个猪鸽 鸽子煮了个十层 烂了 一点鸽子那种腥味都吃不出来 也是这个香料味比较柔和 鸽子也不错 肉的口感也不错 如果说让我给这菜特别人 就是它这个鸽子 可以选的品质更好的 这个鸽子比较小的 然后肉比较少的 雕食 蟹粉 和虾人小笼包 328 确实吸引我的主要是价钱 另外就是吃和虾现在也是进一年 看上 哎哎哎哎 怎么都大白了 包子为了酱香偏甜 肉香很明显 如果说小龙龙有毛呀 就是咱家的小龙龙皮红 和虾仁 和虾仁就简单的一个清烤 能够吃了三口 第一口的虾仁粉 面没有弹性 但后两口的虾仁还是可以的 虾仁的口感 很繁衣 蟹粉进入来了 干干的 糟糟的 颗粒感很明显 但是蟹黄的香味还是有的 蟹粉一样 这个蟹粉吃的不像鲜的 不像拆出来的 像是罐头 或者是那个豆腻盒也很明显 这个价钱 嗯 这菜这么贵 这个蟹粉 这边尝尝一下 看尝了 这个是看人家桌桌脸 问人家是什么 喝点灵的招牌菜 鸡汁三丝 十三块钱一杯 这不就拌了 这6个那葡萄墙吧 但它这里面就是鸡丝 笋 笋 笋 蘑菇 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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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着吃 差不多 三人吃也行 人家就是一百大几二百块 故意点了一个很贵的饭 但果不其然 这个很贵的蟹粉饭吃了 不知道其他三个菜 都很好 都非常好吃 但是这个蟹粉 真的是不好 有时候呢 大家就是 除了那个蟹粉 菜好吃 非常好吃 然后我个人觉得小贵 咸咸咸咸